孙殿英为什么不敢触碰明石三陵,原因在这里。 孙殿英,河南永城人,小时候出天花,所以有个外号叫孙大麻子,1922年拉了一帮子小弟,投入到河南陆军第一混城,团团长兼预计镇守是丁香陵的部队,升到营长的时候,就开始单干的。 战山为王自称旅长,1924年,利用直奉战争的机会招兵买马,队伍扩大到数千人,1928年投靠国民党,任第六军团第十二军军长,提起孙殿英,最昭明的事件,就是他带着一伙人,在东陵一带肆无忌惮地盗取墓地,因此孙殿英被称为东陵大道。 那么敢对东陵下手,为什么不敢触碰明十三陵呢? 孙殿英,要是敢碰一下明十三陵,不被人弄死才怪。 首先,在地理位置上,明朝十三陵在北京,一来这是京师重地,在闹市区,防范深沿,二来孙所驻扎的部队在河北,离十三陵太远,如果起新盗墓,动静太大。 其次,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,道义和社会舆论方面,孙殿英绝对承受不起。 大曲兴东陵,顶多满人及其以老一哨愤怒,打十三陵的主意,估计孙殿英会被千刀半剐。 十三陵作为最后一个汉族党朝的陵园栖息地,寄托了中国人所有的怀恋和报复,连清朝统治者都对十三陵保护有加。 甚至当时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,孙中山率领大小官员亲往祭奠,我想借孙殿英遗忘的胆子也不敢这样做。 综上,孙殿英不是不敢触碰明十三陵,而是根本就没有机会下手。 相比有些人给孙殿英刀幕的行为找借口,小编认为,没有任何理解,孙殿英的行为注定于臭万年,是非常恶劣的做法。 感谢观看